要怎麼樣幫自己點燈 我們就要來準備一個蠟燭燈 這個蠟燭 說老師在這邊要幫大家推薦 這個是香氛 DIY 這個有點DIY 就是老師自己在家裡面 也非常喜歡的蠟燭 那這個蠟燭為什麼老師會特別推薦 因為它除了香氛之外 它還結合了水晶石 也就是說它結合了香氛氣味和晶石能量 都在這個DIY的水晶蠟燭裡面 那麼放在家裡面當作飾品也很好看 同時也提升了你家裡面的質感 這個是非常不一樣的 那第一個老師要推薦的是這個 這個我會說它叫做除灰光明燈 那麼只要是常常看命運好好玩的觀眾 一定都知道 我們人如果要招來好運氣 一定要先把壞運過掉 對不對 就像我們洗澡一樣 你要保養要把髒東西洗掉 才能夠抹上乳液 我們乳液才能吸收 運氣也是一樣的道理 我們要先把壞東西趕走 好運才會來 所以第一個呢 這個除灰光明燈 它外觀有這個連濕心咒 連濕心咒可以幫我們做無量的加持之外呢 它可以幫我們消除一切的業力跟障礙 有那種業力障礙是很煩很重的 再加上這個香味是小蒼藍的 是很清新很舒服的 而且裡面還有艾草 艾草就是最好的最好的除灰的植物之一 那再來呢這裡面你可以看到 為什麼我們說這很厲害 是因為我裡面啊自己還加了這個白水晶跟黑曜石 那白水晶是進化之王 黑曜石又能夠為我們帶來極陽的能量 所以你只要點亮它放在那裡就幫你除灰了 而且是不是也很漂亮 再來第二個呢我要推薦的是這一個 這個是黃財神星中喔 這個是黃財神星中 想要招財的一定要看這裡 這個就是招財補庫燈 對剛剛我們要錄影之前所有的人都要跟我說 老師這個好香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喜歡金錢的能量 所以你就覺得這個特別香 好這邊呢 這個我們是用彈木的 就是木質香來當作基底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喔 它不但有彈木 而且我在裡面還加上了向日葵的能量 那大家知道向日葵 它就是跟著太陽走 所以是極陽的正能量 還有大家看到 這邊是有沒有我放了好多黃水晶在裡面 黃水晶呢 我想楊真大哥一定都知道 黃水晶就是要做什麼 招財 沒錯 就是要招財啦 所以呢可以釋放強大的招財的磁場 所以如果你希望自己正財偏財都要旺的話 那一定也要點亮這一個燈號 除了可以幫你的家裡面帶來很香的氣味之外呢 錢滾滾來是不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 有沒有 好 再來呢 這個也是我自己很喜歡 也是我們自己DIY的一種喔 這個是五行貴人燈 那這邊呢 這一圈是咕嚕咕嚕咕嚕佛母的無量加持喔 希望能夠幫你招來所有的善緣正緣 好能量好桃花喔 那麼呢 這個就是以貴花為主吊了 然後呢 再加上五行開運秘房 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有五種不同顏色的水晶 就是幫你補足你五行當中 哪裡不足 我們就補哪裡 五行你覺得兜弱五行我都幫你補齊了齁 那麼呢 我們還在這邊幫你加上了木艾草的能量 火玫瑰土琥珀 然後金氏塵花水是藍風林 真的木火土金水都幫你背到齊了 那麼呢 只要你缺什麼今天你就把它點燃 你就覺得什麼都補到了 可是啊 把它點燃而已就能夠招來好運嗎 當然沒有那麼容易啊對不對 好運要找到你要有一些程序喔 這邊舒文老師跟大家分享一下 香氛點燈心想事成的開運秘法 那麼呢我們先選一個月圓之夜 就是農曆十五 月圓人團圓也是這個能量最好的時候 那麼晚上七點以後啊 沐浴淨聲一定要記得要洗澡 因為我們跟神明祈求 或是跟能量場祈求跟宇宙能量祈求 都是要乾乾淨淨的好嗎 所以一定要沐浴淨聲喔 再來呢請你可以播放輕鬆的淨心音樂 就是讓你的心要靜下來 開始冥想 接著呢我們就點上這個 儲惠光明燈我們就把這個儲惠光明燈點起來囉 儲惠光明燈點起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蓮花盤座 什麼叫蓮花盤座 大家可以上網看一下蓮花盤座 但是你通常看到廟裡的神明就是蓮花盤座 就是把腳這樣疊上來的 這個是蓮花盤座 然後閉上眼睛 盡心的三到五分鐘 那麼盡心三到五分鐘 不是讓你腦袋放空 是希望在這個時候呢 你就自己跟自己許願 我希望我運勢平安 我希望我身心靈和諧 我希望我能夠招財補庫 我希望好運降臨到我的身上 再來呢 再換上招財補庫燈 如果想要招財的我們再點它 希望招來好人緣好桃花的 我們再來點它 就是這個五行的 那麼誠心誠意的對著蠟燭許願 許願幾次呢 至少要三次喔 跟著蠟燭說話 不是真的不是那個隨隨便便說 你要很有誠意的跟他說 請為我帶來好人緣好桃花 請為我帶來源源不絕的財庫 請為我帶來好運勢 好好的跟你的能量場溝通 我相信這一個這三個燈 都能夠點亮你的前程 帶來很好很好的運勢 最重要的時候啊 不管是打坐超金送金瑜伽 只要是你覺得需要靜心 需要進化能量 需要讓你自己平靜下來 需要招來好運的時候 都能夠點這個香氛 對付出三個燈 然後是我帶來好運動的 就沒有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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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這麼多了 如果你能夠感到